哈囉我是Catie 今天要跟你們分享的是 By Terry的新品 這是他們秋冬新出的唇膏 叫做專業完美觸控唇膏 一共有25個顏色 這25個顏色我今天都會做 手上還有嘴巴上的刷色給你們看 那By Terry在台灣呢 是一間那種 算是精品的美妝複合店代理的 叫做Tentine Apothecary 那在很多百貨公司都有他們的專櫃 如果你對By Terry的東西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查一下他們哪裡有貴點 那By Terry的東西呢 其實我以前對這個品牌的印象是很貴 我覺得這個品牌呢 就是一個貴富級的品牌 但實際上接觸之後 我發現它的價錢其實就跟 就是百貨公司專櫃的價錢 像他們品牌的價位跟Chanel差不多 就不會是貴到那種高不可攀的價錢 所以其實如果你對這個品牌的東西有興趣的話 是真的可以試試看 因為我試用了一些我覺得都還不錯 那今天一樣 廢話不多說我們先來試色 試色結束之後再跟你們分享我們的心得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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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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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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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你看它其實跟剛剛前面11號算是相同的色系 只是12號這個顏色又偏更橘了一點 就是它帶有一點土色調在裡面 那我通常是不太喜歡這種有土色調的顏色 因為它通常會讓氣色看起來比較差 然後如果你的整體妝容沒有搭配好的話 看起來會有點像屎色 可是它這個南瓜色呢 顏色調得非常非常好漂亮 就是看起來會 我現在嘴巴上擦的就是這個顏色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就是它的顏色真的很漂亮 而且我現在也沒化什麼妝 因為我現在只是重拍我的結尾 我臉上的妝只是亂化的 我覺得再擦這個12號也是很搭 所以12號這一個是我第一次遇到我非常非常喜歡的南瓜色 如果你在找這種有點偏橘又偏土色調的這種紅色的話 你可以試試看這個12號 然後這個唇膏我非常喜歡的一點啊 是它的唇膏的形狀 因為看它是這樣子水滴型的 它上面這個尖尖的部分啊 超級容易描繪唇型 而且如果你是喜歡畫唇峰有尖尖的感覺的啊 這一個 是我用過最好畫唇峰的唇膏 就是你只要這個尖尖的地方對著你唇峰的那個膏臉 然後這樣畫下去 你那個唇峰的三角就畫出來 超級簡單 如果你很想要有唇峰 可是每次都畫不好的話 這一個它絕對可以 就輔助你畫出很漂亮的唇峰 那像如果你喜歡把唇型描繪得很清楚啊 它一樣它這個形狀非常的好描繪 就是連嘴角這邊都可以描繪得很好 所以這個的形狀做得很好 我很喜歡 然後它這個是按壓式的喔 就是這樣子 像那種自動筆一樣 那它按的這邊就會跑出來吧 它唇膏跑出來之後就沒有辦法收回去喔 所以你每一次要用的時候 只能按出你要用的那個量 差不多就這樣子 0.23公分吧 這樣子就很夠用了 好 然後這一個唇膏呢 就是它我覺得它非常滑順 然後保濕度也很好 擦上來也是非常非常遮蓋唇色 但有兩點需要注意 就是我覺得它稍微有一點點顯唇紋 你看我現在 就是唇紋看起來也蠻深的 可是基本上我覺得這也不是唇膏的錯 因為我唇紋本來就很深 那它 嗯 其實就算是不修飾唇紋啦 沒有說特別顯唇紋 但如果你是很害怕有唇紋的問題的話 你可能就要考慮一下 另外呢它跟死皮有點不合 像有些唇膏就不管你嘴巴的狀況是多麼的差 它擦上去都會讓你的嘴巴 立刻變得juicy成水嫩 但這個呢 因為它是霧面質地的啊 如果你的嘴巴上面有死皮的話 它擦過去就是會 怎麼講 就會讓死皮看起來一坨一坨卡在那邊 所以如果你的嘴巴有死皮的話 請你一定要先處理掉死皮的問題 再擦這個 這樣子擦起來才會比較漂亮 好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 白Terry專業完美觸控唇膏的試色 還有心得分享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不要去電我頻道 掰掰 可能是它的這個 噢 啵啵的大便 啵啵你很惡劣欸 我要拍你大便 這個貓在大便 啵啵你為什麼要在我錄影的時候大便 蛤 你為什麼要在我錄影的時候大便 你為什麼那麼壞 你大便很臭你知道嗎 抓貓沙你 啵啵啵阿 抓貓沙不是抓紙箱 啵啵啵阿 抓貓沙啦 你都不會蓋大便那種笨喔 喔喔喔喔 啵啵蓋 蓋了蓋了 你比脆脆對不對 你不最討厭了對不對 你不最討厭了對不對 一樣 爭辯有我們的 prose 請